柯文哲今天說 現在武漢肺炎 是超過一百的人 沒有看到蔡英文開記者會 結果高端疫苗跌停 蔡英文就出來了 黑白公公 親蔡公公 這是什麼貨 這是什麼貨 第一個 人過世都不幸的消息 我也看到總統有出來講話 然後總統出來講話 在講國家政策 你去連結到某個什麼股價 太低了以外 我其實我很少去批評 柯文哲一些事情 因為太多了 作為一個首都市長 做一個這麼多人支持的對象 講話要負責任 這位請蔡公公 講話太刻薄了吧 方老師 我覺得 柯文哲已經 他真的就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政治人了 意思是總統死一百的人都沒出來 現在高票一個跌停 走出來 這是什麼話 不是事實又尖酸 他就是等於說 蔡英文是幫這個 疫苗在庫盤 今天高端疫苗跌了 他就跑出來了 然後他對人命是光不屑一顧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政治人 他已經失去他過去做一個醫生的那種悲天悯人 那是都完全不存在 赤裸裸的曝露是如此 然後他現在看著他的聲量 不可否認他最近的聲量是有起來 他現在所有的講法 他也知道現在打蔡英文一定得分 蔡英文是落水狗 我就看到一群人 包含柯偉的現在就是 反正我只要打蔡英文就有聲量 我只要打民進黨 大家看了聽了就爽 那我就拼命的打 而且可以說非常殘酷的 在消費那些已經往生的人 更不要講今天的朱學恆 也去了CDC 送這個花籃 這是衛福部 衛福部 對 是我們的 那個疾管署的方式 疾管署前面CDC 一一創什麼 意思就是說你草菅人命 他這邊講他 他講說 就是在諷刺 把他送的是做半喪事 半喪事的 這是叫喪事花圈 花圈 就是說你疾管署 你陳時中你草菅人命 你害這麼多人死亡 我不需要講 這個完全是在灑狗血 你在消費那些不幸往生的人 難道我們的CDC是樂見 我們的疾管署是樂見 這些人死掉嗎 難道我們的疾管署 是故意有疫苗不買 然後讓這些人 我們的這些同胞不幸往生嗎 這個在傷口上面灑鹽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over了 所以當然他的同溫層 看得很爽 但是你做這個事情 請問一下 對防疫有任何幫助嗎 說起來 疾管署很辛苦 他很辛苦 你對裡面這些默默付出的人 我真的不需要這樣 你這樣感覺是疾管署的所有員工 都是筷子手 都是殺人犯 都是在默示這些 我們的同胞死去嗎 所以我覺得 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方 柯文哲也好 完全在做政治上的消耗 但是我覺得很可悲的是什麼 我們很多的所謂專家 我舉一個這位大可能不太熟悉 這位叫做王惠博 他當過什麼 他是密西根大學的藥學博士 台大藥學院的系主任 長庚大學醫學院的所長 台北醫學大學的藥學院院長 行政院衛生署的藥證處的處長 他是五四十一項的發明專利 這位在我們藥學界 應該算很有低位的人 一般人不太熟悉 他公開講 他說沒有進入到臨床 他說臨床實驗只是試藥 不是藥 這個國產疫苗 沒有經過第三期的話 他說你蔡英文 你就為這個來背書 說7月份要上市 他說那這個責任 是由你蔡英文 你要承擔他認為 不應該再沒有經過三期 就讓他上市 你這個時候 你做專業的判斷 大家會認為說 你當過這麼多學校的院長 你的講話應該是可以信賴的 可是我覺得就很可悲 現在有很多有專業的背景的人 他們是比楊智良 比邱淑提 大家更會認為他們講的是對的 可是他們在這個時候發言 到底是真的是他的學術良知 還是他另有政治目的 我覺得讓大家去公平 好我們再看一下 謝金河先生 現在他也遇到一樣的問題 他說五月三十一就是藥 他在臉書寫文章 他說五月三十一 那天起來 看到他的名字出現在好幾個 深藍統派的群組裡面 把他先拿高端股價大漲 輝瑞股價每漲的言論 套上一個結論叫做 綠營的朋友謀財又害命 你知道謀財又害命這是多恐怖的事情嗎 還說這些人為了自己跟金主投資的國產疫苗 阻擋大家急需的國際認證有效疫苗 意思你聽到沒有 現在為什麼我們買國際 因為有人在動 因為為了要高端 差高端的股票 這就是剛才說的 死一百也沒關係 高端一個地點就人就跑出來了 這個 這個謝金河他說 他的文章沒有想到成為不同政黨政治勢力 拿來攻擊政府的工具 他說這個我不得不說明清楚 他說台灣生技產業十幾年來 謀一件的重要代表作 蔡英文總統及前見人也都充滿期待 對高端跟聯亞 蔡總統就等著打國產疫苗 而他曾詢問過高端的總經理 陳燦菅 得知高端跟莫德納系出同門 高端的疫苗不會漏開 他說這個時候不要因為政治目的 完全污名化高端疫苗 台灣的國產疫苗 台灣的國產疫苗 如果能夠站起來 台灣的生技產業才有立足之地 為什麼現在要打到這樣 我真的要講一個事情 看了很心痛 就是說台灣的醫藥生技產業 過去其實也有過好幾次 好不容易國外有一些專家 跟台灣願意合作發展 結果後來也被毀掉 現在講說臺積電是護國神山 我們只能有一座護國神山嗎 台灣有這麼多優秀的 醫藥生技產業的人才 大家抵制抵制抵制 那剛剛講了 源氏他們一直有個說法說 你為什麼不做完之後 再做到三期之後 我再給你錢 不意外嘛 你看台灣為什麼以前 我們很多培養的國手 培養不出來 你沒有拿到金牌之前 我連宿舍都不給你住 所有潛力的運動員 就是被你們這樣對待的 有潛力的醫藥生技 就是被你們這樣對待的 你要看到成績跟別人一樣好 我才給你 這一次防疫好不容易 趁這個機會 我們終於有辦法 說實在話 去年大概八九月的時候 我們國內的醫藥生技 某一些跟也跟藍營 比較好的一些業者 他還出來開記者會 說國家你給我的疫苗的錢太少 你補助我們的錢太少 害我研發不出來 還講過這種話 那大家想辦法把它研發到 現在這個階段 都有機會可以出頭 甚至我們剛剛講說可以有機會賣到其他國家去 結果現在把他打壓成說 其實只是為了炒股票 所以在支持這些產業 我真的覺得 我站在醫療人的立場 我真的覺得很生氣 我們好不容易 而且你女兒 沒有材料害命 我們真的在醫療人的立場 我多麼希望我們的醫藥生技產業 可以讓全世界知道 我們是有能力的 可以讓在醫藥產業裡面工作人知道說 我們有一天有機會出頭 你送那種辦送宿的火鍋 送到人家你在酒餐什麼事 你是在詛咒什麼事情 疾管署跟防疫指揮中心 是負責全國的防疫安全 你怎麼會把辦喪事的白花圈 很高興喜滋滋的辦到人家前面要放 那個心態是什麼 你那個是在詛咒人家家裡發生傷事 你在詛咒誰